OK 那依照我的手機現在10點29分 那我等等就是10點半會準時開始 那就是就希望這個場地很大 就是希望大家就盡量往前做一點 然後前面的插座都還有空 所以如果說你要充電的話 可以也是可以就是做比較靠近插座這裡的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場地的部分的話 有什麼特別要注意嗎 OK 其他可能工作人員要注意一下 就是講台左手側那個時鐘是快5分鐘 所以負責控場的主持人可能就是稍微留意一下 OK 差不多10點半了 那請右搏 這邊 好 等一下 先不用這麼的儀式化 大家好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這個panel會是一個 就是大概50分鐘 那我們可能會簡介一下說我們這個panel的主題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已經在座上的三位雨潭人 那三位雨潭人從各位的右手邊 那分別是大 我們 我自己簡稱Dennis或者是大瑞琳 那主要是參與在OpenStreetMapper這邊的一個夥伴 那第二個就是我 就是林佑柏 那大家不要擔心 今天不會有什麼復仇的王子 不會有什麼恐怖的事情發生 那在接下來中間的這一位 則是嘉義大學的林正道副教授 那其實在過去有很多在生態 還有公民科學跟GIS相關的一些授課跟參與 還有研究 那在各位左手邊這一位呢 這是王主修講師 那也是長期在社群這一邊有做參與 以及在地方學有做一些授課 以及包括有像非理工科的一些教學經驗跟現場 其實他會遇到一些 目前我們不管GIS或者是開源的議題 在學校端在應用端在商業端 其實都會有一些小問題跟瓶頸有待克服 那我們這邊可能在語談之前 我就盡量快速的帶一下說 我們為什麼會來提這個TOPIC 那這個TOPIC其實最早是在 今年差不多三四月的時候 其實在FB社團 有一位應該說 有一場以QGIS的一個應用交流的原地裡面 其實我們發現突然有很多的新手 跑出來 然後就問了很多 我們好像回答過很多次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好奇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我們沒有回答過 還是他們東西找不到 然後怎麼好像每年或者是每一個月 好像多多少少都會出現同樣的問題 那就讓我們產生這個疑惑 或者說我們社群或者在這些資源發展到現在 它是不是還缺了什麼 或者說這個問題過去有沒有發生過 那我們現在又遇到了 那是不是表示說中間有什麼瓶頸 我們沒有克服等等 那回過頭 我們今天的主題 然後導致說 然後導致說它的應用上不管是教學 或者是人才的培育 甚至說在商業上不管是我們做專案 或是我們在做一些研究分析 我們自己或許可以學會 然而在一些新進的新手 他在接觸上是不是跟著一些我們社團裡看到的人 他有遇到同樣的問題 那同時在有蠻多開源社群其實都會遇到社群規模 或者是動能 他其實很有限 那這個就不多做追溯 我們後續討論的時候可以來看一下 那其實在最右邊稍微提一下就是 目前我自己的研究計畫也是有在政府機關裡面做合作 那其實我們也面臨到同樣的問題是 針對這一些不管是資料還是技術 很多時候會是不知道或者是找不到 甚至說我找到了我取得了 但是我沒有辦法了解它的價值 甚至說我在技術上有一些門檻 沒有辦法進一步去加值 那導致就變成像這些新手我們遇到的困難 或者說可能在座的各位如果是GIS相關的 可能就會遇到是我想要找功能的時候 跟我有沒有成本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在座的夥伴是學生的話 那可能就會變成老師有沒有開課 跟這個課我有沒有興趣 他畢業之後會不會賺錢 大概會是這幾個瓶頸 那在我們今天討論的目標定在QGIS裡面 他的優勢或者是他對比的一個軟體 跟我們今天可能著重討論的部分 會是偏向學習用 因為在商業上來說 他其實有很多配套的一個相關的課程 或者是原廠的資源 但是在費用上它是一個很大的門檻 當然畢業之後或是各位有在做專案做研究的時候 可能也會面臨到的第二個關鍵問題 就是資源性的問題 如果像QGIS 或是以我自己的經驗 通常也是我自己去想辦法克服 跟找技術文件 但是如果說有付費 或者說在商業案子來說 他就有授權跟工程師的一個資源 就是你可以把工作量保給別人 請他幫你處理好 所以說我們今天談的 可能就會著重在QGIS 然後利用他的優勢 當然他也有相對的一些弱勢 不過我們在探討的是 在學習跟培養的過程中 或者是在推廣的過程中 遇到的這個瓶頸問題 那麼我們就把這個現象 可以來稍微分解抽出來 其實他的兩個本質會是一個 我今天是一個學習者或是使用者 那我會提問題 就表示我遇到困難遇到瓶頸 可能是找不到或者是怎麼樣 總之我不會然後我來詢問 然後第二個的問題 會是比較核心的是 他的問題其實不是很客製化 或者是沒有出現過的 反而是基礎的問題 那基礎的問題它反映到的是 這一個軟體它的入門學習曲線 或者是當我們在談開源 在談推廣的時候 它的曲線或許會影響入門的人 它的意願程度 或者說老師在學校開課 那學生他的操作困難度等等 所以在中間產生的這些問題 當然出了社會之後 就不會有問題了 因為如果搞不定 你就會變成那個問題 那要解決問題最快的方式 就是先解決那個人 然後就沒有之後了 那中間其實才是我們比較會遇到的幾個情境 那同時針對幾個情境 當然我們自己在研究的架構上 我們就會回去探討 這些問題它的本質可能會是什麼 那過去做了哪些東西 未來我們可以怎麼去操作 那在以領域的一個分別來說 GIS目前在過去 它當然很不容易變成是一個獨立科目 或者是它可能都是以軟體為主 或者是一個選修課 遍布在所謂教學的領域民眾 一般使用的領域商業跟研究 那當然很多現在因為108課綱的關係 所以它的重視程度變得很大 但是呢其實在更多直接的影響 則是我們一般民眾在開源的應用上 以及開放資料的結合 還有關心的議題 學生關心的議題 或許可能是有沒有興趣 工作上用不用得到 那如果是一般民眾 或許是衣食住行 娛樂等等 那我們再把它限縮到 就是在很接近民眾的部分跟教學 其實在學校裡面 如果已經有既有的資源 其實它的問題反而不大 像這些新手的問題 應該都會留在課堂上 會有學習音價去把它處理掉 然而我們在這邊遇到的就是 他們原本的老師 或者是他自學的學習音價 好像沒辦法幫他處理 那過去其實我們在台灣有很多的單位 包括中研院或者是很多研究單位 其實都有做 或者是我在這邊舉個例子 其實我們劉獄三兄弟 領務局 水保局 水利署 上中下 劉獄治理 大家的理想很棒 做起來很辛苦 那在水利署裡面 其實也有像公民團體 像LARS這邊 其實有嘗試說 將QGIS跟一些開放資料的精神 跟架構引進去 所以這些過去其實不是只有我們在做 那同時也不是只有我們遇到問題 那有不同的解決方式 我待會在討論的時候 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的標的 或者是大家有興趣也可以Google一下 那這邊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像我們剛剛提到的王主秀講師 他的一個教學的現場的案例 然後是在教文組去介紹如何做地圖 那在這邊有四張簡報 其實你會去看 他光介面 當然對我們來說用的很熟悉 但是他就會有介面操作 同時他Layout的Manager 是會再另開一個系統架構 LayoutManager出來之後呢 他會有一個跟GIS完全不一樣的操控面板 操控面板跟一些文件 或者是我們講圖針的處理等等 那上面之後圖針的處理物件 各個物件的編輯方式不太一樣 你是全域的 你是單一物件 你是圖針的處理 你要不要同步 然後上面進去設定文字幹嘛 他就會做得稍微相對複雜 所以這個在教學現場跟 或許我們在跨領域 比如說我們理工跨到相對文組的時候呢 他就會有遇到這個教學上的問題 那包括新手 如果他是這樣的背景 直接進來的話 他也有很大的門檻 那最後像是中間這個操作 他大概實際做出來的一個半成品的樣子 那我們自己的案例 當然我們在業務上 我們就會拿來做運算分析 我們可能就會用一些模式 那包括說我們可能會結合外部的服務 我們可能會做到一些比較互動的方式 但是這個都已經比較進階去處理了 那包括已經是抑制的資料源 包括抑制的系統 進到使用webgis 或者是政府專案的一個系統去做輔助結合 那這些東西 當然這個只是說 他後續可以做更多的延伸應用 但是在最前端的時候 如果本科的學生 跟有興趣的新手民眾 跟跨科的人 他們沒辦法跨過一開始的這個門檻的時候 其實後面這些東西他們是接觸不到 不管是針對議題投入做倡議 然後去跟政府做協商 還是我們研究工作跟商業開發 他都沒有辦法走到這一塊 所以說這個問題就變成 我們覺得今天可以提出來討論 然後並且也請教我們三位語壇人 他們的一個經驗 那包括在畫面上這幾個是 其實也已經有其他的社群 用不同的方式在試圖克服這個東西 比如說錄製影片製作入口網 或者是至少建立著一個活動的一個集散地 至少有地方可以討論 即便我們遇到新手可以去 他們一直去提這些問題 但至少是有心血跟新的人他在關注 然後他有遇到困難 他在尋求幫助 而且我們比較熟的老手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後續下一步怎麼做 其實有大概提出幾個可能的捲打 或是說在座的現場 待會可以試著提出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來討論看看 或者是在共筆上 也可以去貢獻你的經驗跟建議 或者說後續我們可以來進一步討論 那在幾個議題上 主要是說像過去的資料我們在文件化 那包括說我們原廠的文件 它改版的一個速度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去在地化 以及說這個東西 開源的東西 我們社群或者是我們這個領域的人 有沒有多的時間去處理這個東西 因為原則上我們都是無償的 那排除掉商業以外 因為商業有它的目的性 當然也有它的成本跟它的優勢 但是它也有它的限制 可能有一些是避原的問題 可能有一些是授權的問題 那當然到我們這邊的時候 就變成我們的開源 可能都是需要很多人的貢獻 不管是時間還是金錢跟技術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在溝通上 如何做傳承 或者是在教學上如何去 如何去讓不同的學習對象 能夠去理解這個概念 或者是探討出他們有興趣的議題 這個是我們今天試著想要討論出一個 可行的一個方向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 我們先看一下如果現場有沒有 沒有各位夥伴對於說QGIS 在開源的這一塊的發展 或者是在剛剛的介紹裡面 你覺得有一些想法 或者是想要提問的有嗎 這位夥伴 工作人員可以稍微幫忙一些 大家好 我可以分享一下 畢竟我是一個算是純學的GIS人 從1999年開始學GIS到現在 基本上我學GIS的時候 我第一個軟體是Making4 我沒有...我QG是在2005年才出來的 所以Making4之後我就學Arking4 ArkView 然後接著GeoMedia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軟體 也是一個三個軟體 還有Autodesk的MagGuide 所以這個軟體大家可能也沒有聽過 因為可能也都被ArkGIS幹掉了 對 所以可是我在學習的過程中 我發現呢其實 在我學GIS的第一個月呢 我們老師是不讓我們碰任何GIS軟體的 它是讓我們怎麼樣去 spatial thinking 這個地表的一些現象 所以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我們到底是要教它這個軟體 還是我們其實是要讓他們有一個 empower他們這個spatial thinking的ability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要分開來看 你若是只要教它軟體的話呢 其實 對我來說呢 QGIS其實在的可能性其實是蠻微弱的 在台灣蠻微弱的 因為基本上 我過去三年是因為我沒有在外商公司 或者沒有在中研院中央政府機關 可以使用到ArkGIS 我才使用QGIS 但是萬一這資料比數超過十萬比以上的話 我也不用QGIS 我只會用PostGIS 或是Python 或是Ark去處理這種 big data的資料 所以QGIS對我來說其實是非常 有限的使用 但是在我教學經驗的時候呢 發現其實真的是 大家其實是根本就連基本概念都不知道 你問他什麼 Join是什麼 他不知道 你問他Merge 你跟他講Merge是什麼 他可能不知道 Merge Union 他可能都搞不清楚這些基本概念 所以他其實是 很多其實是連這些基本的 Essential Idea 完全都沒有的狀況下 然後你叫他直接去用這個軟體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是有點去本末導致 你必須要讓他先有這個spatial thinking 才能讓剛剛你提到的就是 像BigGIS 或者是水利署零物局 做那些非常有趣有用的 Geospatial Information 他們才能夠Accept到這些 他們想要傳遞的一些idee 但是你如果連spatial thinking 都沒有的話 那你只叫他這個軟體的話 我覺得其實是困難度會非常高的 而且像其實要怎麼去跟民眾溝通的話 其實我們地理系也有在倡導 所謂的PPGIS 所以你怎麼樣其實 PPGIS其實也不一定是要用QGIS 我們其實也有用Google Map 或Google Earth 怎麼樣去把它那個溝通成本降低 然後讓那些使用者不用再去看 哇剛剛那麼密密麻麻的說 你要看這一個bar上面有哪些tools 每一個tools做什麼其實不用 你回到教學的本體 其實你要教他說 OK你要出一個地圖 你需要一個地圖的本身的本體 然後你需要一個圖針 你需要一個紫北針 你需要一個比例尺 這些你把它做成一個module就好了 其實是非常就是 你如果是想把它交成一個 只要出地圖的話 其實只要設計成這樣的module其實很簡單 然後你其實 你不管說它變化幾百 因為它現在改得太快了 你只要有一些基本概念的話 你其實再怎麼改 你只要關鍵字 然後你去那個tool那裡search merge 它就會秀出來 你有哪些merge的工具 這樣就好了 對 所以這是我一些些的感想 謝謝 非常感謝這位夥伴的分享 對 確實這一塊是 就是在我們教技術 教tool之前 一定會面臨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那同時在108課綱 確實在教育界它也針對 就是在素養的部分 其實有想著墨 對 但是說變成 他們其實中間還是因應不同的情境 他其實會有一些比較困難的地方 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處理 那我們語談的這邊 就是我們先請主修講師這邊分享一下 在概念跟教學上的一個經驗 我先回應學長剛剛講的 因為剛好他跟我同一個碩士的指導老師 目前108課綱他們在訂 包括之後的118課綱 他們在訂在社會科領域 以後都會有一本專門在做 包括剛剛學長講的Google Google事實上要收費 Google事實上要收費 它不是完全free的 反正QGS它目前到現在還是免費 QGS它目前在118課綱和108課綱 它已經有佔了三分之二的分量 他們專門在教這樣的分量的內容 可是因為編課本的是所謂的 我們講所謂傳統的前三志願的老師 他們編的課本 所以變成編出來的課本內容 事實上往往跟傳統的使用概念是有落差的 因為對於一個前三志願 如果他對於社會科有概念的學生 他事實上很容易理解 可是對於中後段班的 我曾經去問國教署的相關制定的委員 他就說你就去補救教學 可是中後段班的學生 高中生 他們補救教學 絕對不是地理優先 一定是國因素 時間都花在國因素上面 所以請問一下 他們如果時間都花在國因素上面的時候 他拿來時間去把QGIS是什麼 跟Google是什麼搞清楚 這是我最大的一個confused點 就是他們是讓課本裡面 現在的高二社會組 已經有一本叫做 專門那個地理專題的一個內容 包括他們學歷測驗裡面 都會有部分的學生提出來的內容 像之後的118課綱裡面也會有 可是那些都是 前三志願的學生在使用的部分 而中後段班的學生 像我之前在太北兼高中 我很慶幸我沒有帶到那一門課 因為那時候社會科領域的專題還沒有出來 帶到他們是社會與國際關係 高二他們下一步就是空間資訊 那空間資訊 原本教務處問我說怎麼上 我就說就丟一個題目叫他們做地理專題 他們高一已經學了一個章節的GIS了 所以他們有GIS的概念了 一個章節不多真的不多 但是說難聽點地圖也學了一個章節 兩個章節夠了吧 兩個章節夠了吧 可以做一個學歷測驗的內容啦 可是抱歉沒有做出來的還是多數 對於中後段班的學生 所以這就是一個學習面上很大的一個盲點在 就是所有編輯課綱的委員就說 就叫他們去補舊教學 那請問一下哪一家補習班 開所謂的相關課程 可不可以告訴我 南洋街有哪一家補習班 我們重慶南路上有哪一家補習班 開相關的專業課程 沒有吧 所有都開國音術吧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大的盲點問題在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剛剛學長講得很好 Google的指示上 目前為止大家使用上來講 大部分Google MAP免費啦 因為他有買MAP免費 那是因為他的收費機制是在後端 大家不曉得 可是前端的部分 前端的部分 我們在上社區大學的時候 他們要標所謂的經緯度 我現在還在投大是怎麼樣 讓他們打網格去快速的標大致的經緯度出來 因為經緯度又跟二度分代的公尺不一樣 二度分代的公尺不一樣 這就是兩者非常大的一個非常大的盲點在的部分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教育現場上面臨到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用完整的概念去跟學生講相關的東西 或是你要怎麼樣很簡化的去 用很簡單的概念去讓學生 跟成年人喔 有的可能年紀比我們在座的人大部分普遍都大的 去收集相關的資料 在座手上應該大部分都是所謂的智慧型手錶吧 智慧型手錶 甚至大家都是用智慧型相機啊 沒有人用傳統相機啊 都可以收集資料 可是他們對於這個完全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 所以這就是一個操作上 教學上的一個最大的盲點 在說他們並不會去使用相關的工具 去輔助他們怎麼樣用 不管是Google Earth也好 Google Map也好 甚至QGIS也好 他們對於這三個東西事實上是混亂的 混亂的 因為他們說難聽一點是 常常學過都忘了 我們剛剛舉的案例 事實上那個是淡江大學歷史系老師 他要我這樣做 為什麼 是因為連他都看不懂 我們以前寫的講義的內容 可是對一個地理系的學生來講 那個是太過詳細了 那太多內容咧 那個太多不需要的內容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東西 我們知道還是放大 他是拖曳 可是對於歷史系的淡江大學 大學生 他們是看不懂的 他們多半看不懂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很矛盾的地方 可是他們又被逼迫的說 你淡江大學你的歷史地理課程裡面 你要把地圖加進去 你要怎麼做地圖 不好意思這邊打個岔 其實剛剛在主修講師這邊 其實提到蠻多關鍵的點 其實在於說我們既有的教學系統 其實它就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或是它是因應大多數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漏網之魚 那可能在教學架構上跟界面上 其實會有很大的差異 那這個也會直接影響到說 概念尚未建立前 這些我們提的東西 或者是這些開源的技術跟工具 它可能就淪為是一個純軟體的操作 它的效果反而會打折 那接下來是想說 我們請教一下林正道副教授去分享一下說 像是在大學端或是有其他的一些研究的專欄中 在不同的學生或是不同的領域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或者說像針對這個方式 我們可以有什麼對策或建議 我想就是說 剛才那個前輩講的就是說 當然那個空間思考的概念是 我們要想辦法去寫一些文件或者是書籍出來 那要怎麼讓大家能夠去 在接觸到QG值之前 它可能在空間的這個概念上 它不是很穩固的時候 它就要先去看這個 比如說我們到底什麼是一張地圖 所以在我們教學上 那我可能就會直接用手揮出一張地圖 或者是我們舉例 我們用這個哥爾羅傑 在偉大航道上藏一個大祕寶來說 我們要怎麼找到這個大祕寶 那當然你就是一定要有 坐標參考系統 你要有比例詞等等 那這些其實是 很實際的我們就是用紙筆把它畫出來 那接下來下一步可能就是 在空間思考概念上 我們怎麼透過QG值 或者是ArcG值之類的這些GIS軟體來達成 我們想要做的目標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類似一個你出入門的概念 那要怎麼去寫文件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場當中 可能要去思考怎麼去切入的 那寫文件其實跟開發軟體來說 通常我們寫程式很快 但是寫文件 比如說我可能寫個Python的package 我可能只需要花一兩天我就寫出來了 可是接下來我要寫它怎麼使用 我可能需要花一個月的時間去寫 我到底要怎麼使用 因為我自己寫的東西我當然知道怎麼用 但是接下來你要用什麼樣的實力 所以我覺得在QG值也好 或者是剛才提到的這個ArcG值 這類GIS軟體 我們怎麼讓生活當中有一個實力出來 而且這些case是 其實是可以結合我們wiki的力量 直接去寫 比如說我今天舉例來說 我常常會跟學生講 你期中報告要做什麼 那你要去思考你平常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是跟空間有關的 那很多學生就會開始想 好我們要做一個專題叫做 你今天中午要吃什麼 相信大家都會碰到你中午要吃什麼 那你中午要吃什麼一定是跟你周邊的這些商家 所在的位置跟他有沒有開 跟好不好吃跟要吃的類型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就透過這樣一個空間上的思考去解析 讓大家知道說你怎麼可以去應用到GIS 所以我覺得要讓一般大眾或者是 可能年齡層更小的學生能夠理解 可能就是我們要想辦法去找一堆的這種例子 那一堆例子集合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分類 比如說這個是跟生活交通有關的 然後接下來有一類可能是跟專業技術有關的 比如說我早上騎ubike過來 當然我隨便開一個ubike的app裡面 其實就是有GIS 那要怎麼讓學生知道說這個其實也是GIS 但是當你要去算到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說 最近颱風來 我想要去看一下哪個地方 可能會崩塌 那這個就需要比較進階的計算 那也許是透過QGIS 然後用GIS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GIS 把它做成一個流程 然後去做比較複雜的計算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 要想辦法去把文件寫出來 但是文件寫出來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寫程式真的很好寫 但是寫文件非常難寫 就像剛才主修提到的 你可能就是每一項都要把它標起來 那我們今天接下來可能要去思考說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比如說像大家可能習慣用HackMD 我們開始做一些共筆 那可是HackMD可能就是在網路上嘛 那如果現場我實際我可能需要用到 這個簡報檔啊 或者是我需要有簡單的講義出來的時候 當你沒有線上的時候怎麼辦 那我拋出一個可能的方法 也就是我這一陣子就是在寫那個 GIS的課程的講義的時候 我就改用了Quattro的系統 就是Quattro的這個框架 那Quattro本身是建立在PanDoc上面 它就是可以把Mockdown轉成Docx 或者轉成PDF 或轉成其他的一些格式嘛 那如果我們可以用透過這樣的方式 那甚至是可以在GHub上面去做聯動 也許慢慢的其實就可以長出這樣的網路出來 那從這樣的網路開始去看 我們到底缺哪些部分 那文件的部分可能就是一個很龐大的系統 那當然就是需要有寫手 然後需要有案例的實踐者 去找出到底有哪些案例是我們平常會去接觸到的 那透過這樣的實作 再去連接到比較專業的 比如說後續的QGIS的這個模組的開發 或者是這個相關的這種課程的這個連串 那等等的這些東西其實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看怎麼樣去把它串集起來 這是我一些想法啦 那非常感謝鄭道兄這邊的一個分享 在動機應該說教育工作者或者是在場 或是像我們語談人來說 只要有遇到教學的學生的興趣動機 跟他們感興趣的議題 這永遠是教學現場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其實如果他們有了足夠動機之後 主動性或者是他們對資訊的接受度 其實才會讓我們去思考到第二塊 有沒有足夠的教學資源或者是參考資料 當然對我們來說很多議題 其實我們都已經很熟悉 但是如何去激發學習者 不一定是正規教育裡面 直升上來的學生 那因為在開源的場合 其實我們也有更多的是在社群 或者是工作之後 從跨科系回來的感興趣的人 所以這一塊他們的一個進入門檻 這兩個階段確實是一個 我們可以好好思考跟發展的點 那麼 請請 不好意思我打拆一下 其實我非常喜歡用一個東西做開場 就是大家現在手上拿的手機 或者是你用電腦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 Free Stop the Wear 或Open Source的東西 那這些其實很多學生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會開始講說 開始宣教 就會開始宣教 我們開源教 或者是自由軟體教 Richard Stallman可能會對Open Source這件事 非常的 他覺得那應該是Free Stop the Wear 就是他有他的 就是Four Degrees of Freedom 那這些是什麼呢 而是我們其實就是大家一起坐下來 大家敞開心胸 我們在同一個平面上面 去分享我們有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都是 我會讓學生去了解到這一點 就是 因為我們以前在 可能在將近20年前 我們開始在學這些東西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資源跟軟體 都是所謂的專有軟體 那我們在學校裡面 當然可以比如說像我是對面的學校畢業的 對面學校資源比較多嘛 所以當然ArcGIS可以用到非常的開心 可是當你離開了學校之後 你沒有這些資源 那你怎麼辦 所以我們必須朝向比如說 有些人願意分享他的一些創作 跟你使用的時候 那我們就開始用了QGIS 然後用了這些軟體 所以我覺得那個精神很重要 但我覺得這個精神 除了軟體本身教學 因為其實很多我在教學的時候 會碰到學生就說 欸這個怎麼卡住怎麼卡住 然後他最後只會把目光放來說 這個軟體到底可以做什麼 但是我會回過來引導大家說 欸其實我們今天用的是open source 是free software 那大家願意貢獻出來 那你們願不願意一起 我們也來貢獻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開啟transfix 然後讓大家一起上去開始翻譯 欸這也是小小的contribution 其實也是我們17年前啦 就是第一屆cost cup的時候 我就說我睽違了17年 再回到cost cup 因為我們那時候第一屆辦的時候 也就是一開始開始在討論嘛 就是欸除了developer之外 其實還是要有一些人能夠去願意 雖然說我那時候其實不太會寫程式 然後就是希望能夠分享很多 我使用自由軟體或開運軟體的一些經驗給大家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欸也可以放入這樣的一個小小的 所謂的制度式廣告 給大家知道說 欸其實open source 或者是free software 我們奠基在這個基礎之上 然後大家才給彼此的合作而進步這樣 OK 好那非常感謝政道 這邊我也分享一個小一些小經驗 其實在像ArcGIS它是商業軟體嘛 那過去我有一個專案其實在做的時候 突然有一天我們正要出一張圖 當然那個時候只是簡單的出一個坡度坡像 不過那時候還沒接觸到 然後呢當天我們的ArcGIS授權出了點小問題 它的認證伺服器爆了 所以呢它就不能用 然後當天下午馬上主管就需要那個東西 雖然很簡單 但是ArcGIS不能用 那就不簡單了 可是那個時候就推薦說 啊你就用QGIS啊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也不會用 我就跟他說 喔然後你用QGIS裝完之後 你去Google一下坡度坡像圖 當然現在我們自己做 我是很會做了啦 所以就是它有時候會有很有趣的瓶頸卡在那邊 當然商用跟Freeware或是開源的部分 它確實有一些瓶頸或是優缺點可以互補 那回到剛剛其實正道老師所提到的一個問題 翻譯 這個問題就是內容文本的在地化或是中文化 其實像各位現在看到的 我們其實還是中文居多嘛 手機我們也是中文介面 電腦也是中文為主 當然有些可能習慣用日文或英文 或是我們習慣用原廠文件 但是在文本 它的一個認知的一個界面門檻 它其實是會很大可大可小 所以說而且這些呢 會在間接的影響到我們社群 不管是推廣或者是跟國外接軌 不管是國外翻譯成中文 我們進國內來推廣 或是我們的成果案例跟經驗 或是像有一些開源的模式或是軟體 其實它都會有User Meeting 或是線上的 那幫我們把我們的經驗給傳承出去 或是做各種交流 所以這一塊我們是請大衛林這邊分享一下 在可能像文本翻譯 或是以Open Stream Map的一些合作 雙向交流經驗來說 它有個什麼樣的一個 合作方式跟現況 OK 我正要先打岔一下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正在講 我們今天這兩天稱它Coast Cup Coast Cup 那它其實它中文名字叫開源人年會 那就是我們在台上都是一定是要講 就是跟開源方案開源軟體有關的 不過咧就是我們並沒有反商或幹嘛 就是等一下我們如果在台下在討論 或是我們個人在公司 就是個人在討論一些方案的時候 其實哪個方案好其實我們都是很Open 就是比方說QGIS在這個方式是OK的 我們就用QGIS 那如果說發現可能說是ArcGIS 公司有錢可以賣商量授權 那就ArcGIS 那我們這邊都是很OK的這樣子 好那回到就是那個關於開源貢獻 然後就是翻譯這塊 那我這邊參與的一些專案有那個 如果大家打開QGIS 然後打開About那邊 然後打開那個翻譯中文內欄 是可以看到我名字的 就是我曾經有參與一段時間去翻譯的 大概QGIS它的那個Term實在太多了 所以其實一直沒有辦法去跟上它更新的腳步 所以它那個就是有點慚愧 就是沒有好好去維護這個 但因為它的量很大 所以其實不是個人能力可以有辦法完成的 所以說是可能就是我們開這場 其實希望就是大家 如果說有相關專案背景的 就打開Transphysics 然後可以加入翻譯這樣子 那其實前面就是有提到說 為什麼我們會開這一場的一個論壇 那主要就是我們在QGIS小學堂 這個Facebook Group 有太多新手級的問題 比方說怎麼載入資料啊 那個座標系都不會設這些問題 那就是它不只是問一次而已 而是大概周而復始 每個月都可能再問一次這種頻率發生 然後我們的網講師就有點受不了了 就是發文去訓斥這些人 就是不會那個去 就是疑惑說為什麼他每隔幾天會一次而已 OK 就是 然後問完人就不見了 對 而且像其實這個現象 我們 我自己啊 雖然在很多心理學研究 是男性普遍有的一個習慣 看到了一個問題 就會想要去解決他的衝動 然後看到一直重複出現的問題 那問題就不是那個問題本身 是重複出現的問題本身是什麼問題 這個就進到metadata的領域了 就是開一個小玩笑 OK 那再來另外一個理由是那個 其實當年就是 大家可能抱怨QGIS的 翻譯中文的翻譯有很多簡中的東西 那這個是其實有些原油 就是QGIS那邊的可能release manager 就是他就不知道 翻譯中跟簡中的差異 他就直接把那個翻譯比較完整的簡中 直接蓋到翻譯中這裡 然後導致現在如果說大家是用的是 QGIS釋出來那個翻譯包的話 那應該就會出現有簡中term的 那個翻譯中釋出來這樣子 那大概就是大概 我記得是兩三年前的時候啦 就是有這個狀況 就是一個不懂中文的一個德國人 就直接這樣蓋過去這樣子 那我有在當時呢 QGIS Transfix的那個討論區 有跟另外一個人 應該也是台灣人 來討論這件事情啦 然後就發現說就是 這個德國人在release manager 在搞鬼這樣子 其實應該是要去聯繫他 然後要整個把revert 掉啦 但是呢 因為我自己個人使用QGIS 是直接開英文介面的 然後找相關文件 是直接就是搜尋英文的關鍵字 然後去查這樣子啦 所以說我是比較沒有受害 因為這個方面受害到啦 那所以自己另外的身份 是QG小學堂的那個manager啦 那個facebook的group manager 所以可能還是要秉持一個服務精神 就是想辦法改善這個情境啦 因為可能大家 一開始這些GIS的東西 可能是用中文可能會比較順手啦 所以可能盡量 我希望是這個場地 能提出一些解決方式 然後最主要是找人進來 更多的人進來啦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GIS課辦出來的 那我有點就是要翻的時候有點 不知道要怎麼去翻那個term 變適當的台灣的中文這樣子 那回到我這open stream map的 一個參與者來講的話 我們之前遇到的使用者情境 是比較單純 因為可能會碰open stream map 是比較power user的情形 就稍微點一下 他大概就知道問題出來哪裡 比方說我們可能載入 政府open data的資料擠進來 那就遇到座標系的問題 那可能我們就稍微點一下 可能twp97或67座標系 那他就不會有問題 要去做QGIS的混搭 資料混搭什麼的 那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說要做進階的那些 GIS的運算 因為其實QGIS其實有整個 就grasp這個command line的工具在裡面 那其實我們稍微點一下那些關鍵字 大概都是可以找到 網路上的資源都可以找到 但是現在這狀況是 你要找到對的英文的term 你才能找到很豐富的部分 那可能對於學生來講 他的英文能力是沒有那麼強的 他一開始就是在學習過程中 就是以中文去學習為主的 那就會遇到一些狀況了 那我自己個人還有參與 就是有一個open API 叫overpass API 他有一個frontend 叫overpass Turbo的 那我就負責這個翻譯的 那個介面的工作 那另外一個是那個 QGIS裡面有一個插件 plugin叫做quick statement 那翻譯中文也是我真的來翻譯的 那這兩個專案的情形化 它的term大概就是 一百多 可能兩百之類的 所以相對上是 個人可以解決的 就相對QGIS來講 是上萬等級的部分 這部分是沒有再算那個 文件或網站的部分 我就先忽略文件或網站 就是剛剛這軟體界面的部分 就是已經上萬條了 那其實這對於 就是整個開人社群來講 就是因為QGIS跟開人這塊參與者是沒有 台灣真的沒有那麼多 所以其實我們就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透過這個講座希望就是 凝聚一些力量 那我們如果沒辦法解決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尋求一些學界 或者是一些學會 非營業組織的力量 那好像術發部那邊有一個做個軟體 中文化專案的一個計畫 那也許是有機會 就是至少一些詞彙是 共通人可以拿來用這樣子 那這邊大概是我這邊分享的那樣子 好 那也感謝瑞琳這邊經驗的一個分享 那在時間其實即將告一個段落 那我也先做一個簡單的小結去結論說 我們未來可以操作的一個方向 或是我們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會是什麼 那從最根本的部分 還有包括我們夥伴的互動來說 在於概念的建立跟動機的提取 那這個可能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們在學校的學生裡面 因為他們還是他們沒有其他的經驗 然後有接觸或者是其他科系可能選修 那我們如何去提起他的動機 或者是提起他的對環境周遭議題的共感性 這個是一點 那我們在對我們在社群活動上來說 他其實已經有相對的動機 或者至少他遇到問題去尋求幫助的時候 他就表示這個問題對他來說 是稍微有一點重要的 但是就像他我們在FP社群QGIS小學檔裡面遇到的問題 他缺乏或者是他本身不具備搜尋的能力 或是搜尋能力薄弱 他可能需要外部的輔助去介入 那我們社群是可以扮演這個主動的一個角色 那在中間也有提到包括我們內容的翻譯 還有以及像繁中簡中的一個問題 當然如果不涉及政治的話 他其實就是兩個東西 那至少讓他可以並存 因為簡中跟繁中的語意系統還是有一些不同 所以說這個內容的轉譯的問題 它也是一個我們可以處理的 那同時在這個地理架構的概念建構 當然在教學環境裡面我們可以有很多的時間 但是其實我們到社群或是我們到外部來說 我們有足夠的動機之後 其實就不一定需要那麼多的時間去培養那些基礎 或是在教育概念上 其實我們成年人會有很多其他領域的經驗 可以做經驗前席 那這些東西會變成我們在可能成人教育 或是社群互動上我們的架構可以做一些調整 而在我們剛剛最後其實也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不是反抗付費或是避免 其實像阿科GIS或是Google 20 它的3D效能很強 那QGIS這一塊其實是完全不行 有點弱 所以說在很多時候或是在現在 特別是我們其實沒有特別去提開放資料的部分 開放資料它會是一個很龐大 而且是很貼近生活議題 但是它很不容易進到正規教育環境的一個資料來源 跟可以應用的東西 那同時在不同的來源不同的軟體 它的優勢強項 跟一直以來有一個素養的倡導 就是跨領域協作 那其實在開源或是在軟體裡面 我們其實就會講的是跨軟體之間的資料 要格式流通交換 但是這個它就會又牽扯到更多的一個領域知識 所以總體來說 我們在QGIS或是開源跟跨領域 跨開源避源的結合 還有跨文本 這些方向我們其實就很 可以有兩個比較明確的道路 一個是優化我們體制內 可能是教育工作者或者是研究工作者 我們可能在實驗室在碩士生 就是經驗的傳承上 我們可以針對現有的架構去做優化 但是在政策架構或是上位政策上 我們其實比較難以快速的去撼動或是去處理 那第二塊則是非正規教育 就是我們講的可能是社群的經營 或者是我們有剛剛提到的 很多我們都會需要再做轉譯 那這一塊我們需要很多的能力 這也是我們今天就是 我們雖然釐清了一些可以處理跟操作的方向 或者是你可能也是感到疑惑或是有興趣的那個人 但是我們其實也是一直在社群很缺乏心血進來 就是各位閒暇有空或者是在直播影片前的各位 其實我們很多專案都是已經跑了好幾年 但是我們其實缺乏的是說 有興趣的夥伴能夠進來參與或是貢獻你的專場 從剛剛裡面提到包括資訊、設計、教材、教法、教學、溝通 這些其實都有可以發揮的地方 並不限於純粹的文主跟理主 那希望就是這一堂我們大家一個經驗的互動交流 能夠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在這個領域的努力 遇到的瓶頸然後也希望大家能夠參與 那我們先謝謝我們台上的三位語壇講者 好 那我們這個Session可能就先到這邊